满城汉墨的中山王 狮子山汉墨的处于一包裹身体 双骨山汉墨的鸡骨羊 却是玉覆面遮盖五官 玉在汉代的陪葬品中 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历史纪录片 玉石传奇 第五集 君子贵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68年5月 河北省满城县西南1.5公里处的林山 解放军某部分上级的命令 正在这里进行一项绝对保密的国防工程 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次工程 无意间揭开了一个千古之谜 一份绝密报告被送到河北省领导的办公桌上 报告里说满城发现了一座神秘的古墓 经过发觉 考古学家发现从墓道口开始 满城汉墓由多个功能不同的洞室组合而成 这系统包括主室 中室 南北尔室等 整座墓仿佛是一座豪华的山洞宫殿 考古学家惊讶地发现 在主室的观国中没有看到尸骨 而是发现了许多闪亮的玉片 与多玉片变得远近是变在一起的 慢慢清理了 它出来要伸起你的头部 然后清理的身 然后清理的裤 清理的脚 就清理出来以后 整个是完全是个人的形象 经过修复 考古学家看清了它的全貌 这是由黄金制作的丝线串联起的两千多块玉片 这些玉片泛着青白色的神奇光彩 每一片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和制作 它们组合成了一个完整的人形玉石形状 就是汉书里面就有记载了 就是有这个皇帝高级贵书死了以后 身上穿了鱼衣 所以我们知道这应该就是文汉记载的鱼衣 这套鱼衣全长1.88米 共用玉片2400米